大家好,我是小影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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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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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煮至汤汁变粘稠 关火 再把蒸好的蛋卷取出来 稍微放凉 再切开 再把汤汁淋在蛋卷上 美味又营养的莲藕鸡蛋卷就做好了 莲藕和鸡蛋这么做真的是非常好吃 老人和孩子都非常适合 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 大家好我是小颖 今天我要用洋葱和苦瓜做一道家常菜 苦瓜去头去尾 再一切两半 再用勺子把苦瓜然刮干净 再切斜刀 装入碗中备用 取一个洋葱 一切两半 再切成小块 装入碗中备用 小米椒切圈 装入碗中备用 大蒜拍碎装入碗中 加适量盐 花椒粉 再加三勺烧开的油 搅拌均匀 再加两勺生抽 两勺香醋 搅拌均匀备用 锅中水烧开 加一勺盐 少许食用油 加盐能去除苦瓜的苦味 加油可以让苦瓜保持鲜率 烫两分钟 再捞出来 锅一下凉水 再控干水分 装入碗中 再放入刚刚调好的料汁 搅拌均匀 再加点香菜 搅拌均匀 美味继承 这道菜开胃又下放 非常适合夏天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我是小尹 今天我们用花生米和鸡蛋来做好吃的 首先准备150克花生米 加入清水 清洗一下表面的灰尘 再把它控干水分,装入盘中 再打入两颗鸡蛋 然后用筷子把鸡蛋搅散 再把它倒入料理机里 加150毫升清水 选择果树件,打成花生糊 再准备300克面粉 加3克酵母粉 3克盐增加面粉的筋性 再慢慢加入打好的花生糊 一边加一边搅拌 搅拌成这种大面絮状 再把它揉成面团 揉成一个稍微偏柔软一点的面团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盖上,放到温暖的地方 发酵至两倍大 趁这个时间,我们准备一把葱叶 把它切成葱花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 再加入30克面粉 适量的胡椒粉和五香粉 一小勺盐 再加入烧开的热油 搅拌均匀 搅拌成稀油酥 放一旁备用 我们的面也已经发好了 体积变大,里面是蜂窝转 面板上撒点钢面粉 防止粘粘 再把发好的面好好揉一揉 拍拍起 再揉五分钟左右 再把它整理成圆形 然后用手轻轻拍扁 再取出擀面杖 把它擀成长方形的大面饼 厚度在0.5厘米左右就可以 像这样就可以了 再把它分割成10-12个小面团 再取出一个小面团 用手轻轻拍扁 然后切口处对折 再用手轻轻拍扁 然后抓住四个角 像包包子一样把它包起来 像这样就可以了 表面上再刷点清水 沾上黑白芝麻 再用手轻轻拍扁 让芝麻脏得更牢固些 这样我们的饼坯就做好了 做好的饼坯在盖上 二次发酵至两倍大 像这样就发好了 变得胖乎乎的 拿起来轻飘飘的 电饼趁提前预热刷油 放入做好的饼坯 然后打开馅饼模式 盖上焖四分钟 时间到之后 再给它们放个秒 然后再盖上再焖四分钟 哇好香啊 烙至两面金黄 表面酥脆 并且能闻到 浓浓的葱花香味 和花生香味 用铲子按压 立刻回糖 不塌陷就已经熟了 这样做出来的饼汁 真的是非常好吃 刚出锅的时候 表皮非常的酥脆 还有浓浓的花生香 里面非常的松软 里面是一层一层的 每一层都夹着葱花 吃起来有浓浓的葱花香味 和花生香味 还有一点温热的时候 放入保鲜袋里 凉了也不会硬 用它来当早餐 也是营养美味 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 大家好 我是小颖 今天花30块钱 买了三斤炒鱼 我们用炒鱼来做好吃的 首先在鱼头和鱼尾处 各切一刀 然后这里有一个小白点 那个是鱼心线 一边拍打 一边把鱼心线抽出来 像这样就可以了 另一边也用同样的方法 把鱼心线去掉 再把鱼头切下来 把鱼肚子清洗干净 然后切成两厘米左右的鱼块 切好之后再放入清水里 把它清洗一下 然后用小刀 把鱼肚子的黑膜刮干净 这个很新 像这样就可以 然后控干水分 加入姜丝 葱段 胡椒粉 生抽 料酒 适量的盐 用手抓拌均匀 腌制20分钟 腌制鱼肉入味 再来准备点配菜 洋葱切成小块 装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一头大蒜切片 生姜切片 把姜蒜和洋葱放在一起备用 再准备适量的青红辣椒 切成辣椒圈 如果不吃辣可以换成青红椒 如果不吃辣可以换成青红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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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把我们准备好的鸡蛋液 少量多次的倒入面粉中 然后再用筷子顺着一个方向搅拌均匀 啤酒中含有气泡 用啤酒的气泡来代替酵母发酵 我们做出来的面食能够达到非常松软酥脆的口感 搅拌至没有高面粉颜色 像这种非常粘稠的状态 然后盖上保鲜膜 密封发酵一会儿 我们把它放到温暖的地方 接下来准备一个胡萝卜 用削皮器把皮去掉不要 去皮之后再去头去尾 然后改刀切成薄薄的厚片 我们尽量把它切的薄一点 然后再改刀切成细丝 最后改刀切成胡萝卜丁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根火腿肠切成厚厚的薄片 厚度在两毫米左右就可以 尽量切的薄一点点 然后再改刀切成细丝 尽量切的细一点 最后切成小碎丁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把洗干净的小葱 改刀切成葱花 葱花可以多切一点 切得碎一点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这时候我们的面糊也已经发好了 看一下里面都是小气泡 闻起来非常的香 然后再加入一勺五香粉 把切好的葱花也加进来 把火腿长丁也加进来 胡萝卜丁也加进来 然后再用筷子充分搅拌均匀 烂面糊和所有的配菜都能够充分的融合在一起 先放一盘备用 然后锅中倒入多一点的菜籽油 开大火把油温烧至六成热 放下筷子能够迅速的起小泡泡 就说明油温已经够了 然后再来准备一个小一点的勺子 把勺子放到油锅里 用高温的油把勺子烫一下 把勺子烫热 然后再舀一勺面糊放入锅中 面糊越凝固之后 就会从勺子中自动脱离出来了 我们用这个方法 把我们调好的面糊 像这样一勺一勺的全部放入锅中 我们这样做 手不用粘到面粉 既简单又快速 面糊全部放入锅中之后 转中小火慢慢炸 这里要注意全程的用中小火慢慢炸 火不要太大 如果火太大的话 面糊表面已经炸糊了 而里面还没有熟透 我们再用筷子给它翻动翻动 让它两面瘦得均匀 翻动均匀之后 再用中小火炸三分钟左右 炸至表面金黄金黄的 再用勺子把它捞出来 然后再开大火 把锅中的油温烧热 烧至八成热 然后放入锅中复杂一遍 复杂一遍之后 吃起来更加的酥脆 复杂20秒左右就可以了 然后再把它控油捞出来 装入大一点的盘中 放凉 一个简简单单非常好吃的鸡蛋泡泡就做好了 它的口感外酥里嫩 而且我们放入了很多的配菜 营养也是非常的丰富 掰开之后里面还有很多的小气泡 非常的松软 早餐搭配上一碗稀饭或者是牛奶 都是非常的不错 它的外形也非常的漂亮 金黄金黄的 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如果你也喜欢 赶紧收藏起来 试试吧 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 大家好我是小颖 今天买了六斤黄瓜 我们用它来做个好吃的 黄瓜里加入一勺面粉 面粉能有效的吸附黄瓜表面的杂质 然后倒入清水 充分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之后控干水分 然后去头去尾 再对半切开 然后把每根黄瓜都切成六斑 再把黄瓜仁切下来 黄瓜仁也不要扔掉 可以加点糖 放起来非常的好吃 然后把黄瓜切成长条 切好之后 装入一个大一点的容器中 再加入适量盐 然后抓拌均匀 腌制一个小时 撒出水分 再准备10克干辣椒 5克花椒 然后淋上100克热油 爆香 然后先放一盘 再准备100克大蒜 切成薄片 切好之后装入盘中 备用 然后准备70克小米椒 去蒂 再从对半切开 切好之后装入盘中 备用 这时候我们的黄瓜也已经腌好了 腌好的黄瓜非常的有韧性 不容易折断 然后倒入清水 再清洗两遍 然后控干水分 再晾半个小时 晾干水分 这样处理过的黄瓜 吃起来非常的清脆 水分晾干之后 再装入大一点的容器里 然后把蒜片加进来 小米椒也加进来 再加入300克生抽 200克白糖 100克米醋 再把辣椒油也加进来 然后戴上手套 装拌均匀 抓均匀之后 再加入100克熟芝麻 继续装拌均匀 装拌均匀之后 再装入保鲜盒里 第二天就可以吃了 然后把汤汁也倒进来 泡着 虽然腌出来的黄瓜 非常的清脆爽口 它的口感微辣中 带着酸甜 非常的解油腻 又开胃下饭 过年过节的时候 来上一旁 比大鱼大肉还算欢迎 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 大家好我是小颖 今天我们用这两个大萝卜 来做好吃的 首先把洗干净的萝卜去皮 然后去头去尾 再把萝卜擦成萝卜丝 擦好之后 随便切几刀 切得更碎一点 也不用太碎 这样就可以了 再把它装入大碗中 加一勺盐 搅拌均匀 腌制15分钟 腌出水分 再准备两块鸡胸肉 先切成薄片 再把它剁成肉末 装入大碗中 再加一勺白酒去腥 再加一勺盐 和适量的胡椒粉 先把它们搅搅匀 搅匀之后 再打入一颗鸡蛋 打入鸡蛋 口感更加的嫩 充分搅拌均匀 搅拌至鸡肉散尽 放一旁备用 再准备一根洗干净的黄瓜 切成薄片 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适量的大蒜 切成蒜末 准备适量的小米椒 切成小米椒圈 再准备一块生姜 先切片 再切成姜末 准备一块大葱 先切丝 再切成葱花 把切好的香料 装入碗中 放一旁备用 再来调一个料汁 一勺盐 一勺白糖 适量的胡椒粉 两勺生抽 一勺蚝油 再加适量的清水 搅拌均匀 备用 萝卜也腌得差不多了 看一下 腌出了很多水分 再把它倒入纱布里 然后用力挤干水分 也不用太干 保留一些水分 再把它放入鸡胸肉里 抖散 再加一大勺面粉 一大勺淀粉 再加点葱花 然后用手充分抓拌均匀 抓拌至能团成丸子 像这样就可以啦 手上抹少许油 这样不会粘手 再把它团成圆溜溜的小丸子 像这样就可以啦 热锅多放点油 油温烧至五成热 放下筷子能迅速起小泡泡 然后沿着锅边放入丸子 开中火慢慢炸 炸两分钟左右 炸至丸子定型 再用筷子搅动一下 炸至表面金黄 并且丸子全部飘上来 就已经熟啦 全程大概需要六分钟左右 像这样就可以啦 然后控油捞出来备用 哇好香啊 现在就已经很香了 锅中留少许底油 放入葱姜蒜末 翻炒 炒出香味 再把调好的料汁也加进来 煮开之后 加一碗水淀粉 煮至汤汁变粘稠 然后关火备用 再把切好的黄瓜片 摆入盘中 再把炸好的丸子也加进来 来看一下这个丸子 像这样直接吃也非常的好吃 表皮酥脆 里面非常的嫩 还有浓浓的萝卜清香 再淋上酱汁 就更加美味啦 香辣可口 要趁热吃这个丸子 还保留了原来的酥脆 再撒点葱花 更香 打开来看一下 外酥里嫩 真的是太美味啦 虽然是油炸的 但是它一点也不吸油 萝卜还保留了原来的清香 有一点微辣 非常的开胃下饭 依次可以多做一点 冷冻在冰箱里 用来做汤 或者是下火锅也不错 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 大家好 我是小银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 面条的新吃法 把面条放进滚烫的油锅里 瞬间就变成了一道 快要失窗的美食 很多人都没有吃过这种做法 小孩特别的爱吃 学会这种做法 家里的零食都不用买了 自己做的安全放心 还没有添加剂 最主要是非常的好吃 油温烧至七成热之后 把面条放进油锅里 炸一炸 开中火慢慢炸 炸至面条金黄酥脆 像这样金黄金黄的 像撒之一样 看起来很酥脆的样子 就可以捞出来了 快速的把它捞出来 不要炸得花黑了 如果炸黑了 就会发苦了 把它捞出来 装入大一点的盆里 稍微放凉一点 凉了之后会更加的酥脆 放凉了之后 再用擀面杖敲一敲 把它敲得碎一点 大概一只长的样子 就可以了 好了 像这样就可以了 非常的酥脆 先放一盘备用 接下来趁锅里的热油 再来炸一点花生米 小火慢慢炸 炸至花生米金黄酥脆 炸好之后 先捞出来 放一盘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四颗红枣 和一把葡萄干 然后倒入清水 把它清洗一下 把表面的灰尘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之后 控干水分 再把它切成小碎丁 我们尽量把它切得碎一点 再把葡萄干也切一下 切得碎一点 切好之后 装入盘中备用 再把炸好的花生米也取出来 切得碎一点 花生米切好之后 把花生皮剪出来 然后全部装入盘中 再加入一小碗南瓜籽 再加入一把黑芝麻 和一把白芝麻 然后用筷子搅拌均匀 先放一盘备用 接下来锅中倒入100毫升清水 再加入20克白糖 开中火煮一分钟左右 再加入一勺麦芽糖 继续煮 煮至糖浆变粘稠 然后把所有的食材都倒进来 然后继续搅拌均匀 翻炒一分钟左右 再把炸好的面条也倒进来 快速翻拌均匀 让它们全部都缝合在一起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快速把它盛出来 把它装入保鲜盒里 或者是大碗里都可以 像这种玻璃容器 或者是陶瓷容器 都不容易粘连 一般底下都不需要垫油渍 然后用勺子把它压得结实一点 然后盖上一张油渍 再用擀面杖压一压 压得结实一点 压得越结实 等一下切出来就越完整 不容易散掉 然后盖上盖子 放到凉快的地方 冷却一个小时左右 一个小时之后 等它完全放凉了 就可以拿出来吃了 我们看一下 下面非常的漂亮 现在已经过去一个小时了 已经完全凝固了 这个颜色也是非常的漂亮 然后我们把它倒扣取出来 倒扣过来 再用手敲一敲 就可以取出来了 哇 非常的漂亮 把它装入盘中 切成自己喜欢的形状 非常好吃又好看的一款小零食 就做好了 它的口感又香又脆 咬上一口满嘴流香 孩子想吃零食的时候 就不用去超市买了 自己在家里做 干净又维生 还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如果你也喜欢 赶紧收藏起来 试试吧 我每天都会更新 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 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 大家好 我是小颖 今天花20块钱 买了7个大鸡腿 我们来做一个 非常简单又好吃的做法 首先把鸡腿清洗干净 放入锅里 再加入一杯纯牛奶 200毫升左右 再加入适量的黑胡椒粉 再加一小勺盐 然后加入一杯清水 大火烧开之后 转中小火 煮20分钟 煮熟 再来准备半碗炸鸡粉 再加一勺盐 一勺辣椒粉 一勺胡椒粉 充分搅拌均匀 先放一盘备用 再准备一个小碗 打入两个鸡蛋 然后用筷子把鸡蛋搅散 放一盘备用 这时候我们的鸡腿也已经煮熟了 再把它夹出来放凉 并且晾干水分 像这样表面没有水分就可以 然后裹上一层鸡蛋液 让整个鸡腿都均匀的裹上鸡蛋液 再裹上一层炸鸡粉 多滚几圈 让整个鸡腿都裹上鸡粉 然后再用手拍一拍 把多余的粉拍掉 锅中油温烧至六层热 放下筷子能迅速起泡泡 然后一个一个放入鸡腿 中小火慢慢炸 炸至一面金黄之后 再给它放一面 炸至两面金黄 像这样就可以了 香烹烹的脆皮炸鸡腿就做好了 然后把它控油捞出来 表皮非常的酥脆 有一点微辣 口感也是非常的丰富 吃起来是外酥里嫩 非常的好吃 个人感觉比肯德卖的炸鸡 还要好吃 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自己在家做 精进又实惠 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请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 大家 欢迎订阅呢 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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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切好之后 全部切好之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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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